然后其实我有的时候下班到家都八点半了 就特别晚 她虽然不会做饭 但她就给我煮了一袋面 然后我就觉得我女儿还是很关心 她怕我到家特别晚 然后吃饭也晚了 还是挺软心的 女儿其实也有想跟妈妈说的话是吧 你今天想跟妈妈说什么吗 我们两个在这十几年里也发生了很多矛盾 然后你对我来说也算是 就是既当爹然后又当妈 然后呢就是感谢你在这十几年里 把我带大 还有就是可能在这十几年里 我们也发生过挺多矛盾 然后我还因为跟您的矛盾 然后一家出走 然后一夜未归 然后现在想想我那时候 可能就是真的有点无理取闹 但是因为这件事情我也成长了不少 所以我希望就是以后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我们都还是同姐妹话的好母女 然后我还亲手跟你做了一个贺卡 我对妈妈的想说的话 妈妈你辛苦了 妈妈我爱你 妈妈加油 你是我心里最美丽的 然后里面就画了一个星空 五彩斑斓的 因为妈妈在我心里是五彩斑斓的 不定时的变化 妈妈你辛苦了 其实生活是越来越好了 比起过往 因为女儿也大起来了 儿子也回到身边了 爸妈妈也来帮助你了 是吧 今天爸妈也来了 是吗 今天妈妈来了 有请我们雅琳的母亲 两个宝贝的姥姥 你好 你好 欢迎你 阿姨 大家好 我叫李贺霞 今年62岁 我来自黑龙江 现在帮忙这个雅琳带孩子辛苦吗 哎呀挺辛苦的 也挺不容易令俩孩子 自己帮她带一带吧 和她爸爸俩都来了 以前挺反对雅琳这个婚事的 一年我俩都不说话 完了她打电话 我俩也不通话 因为我就不同意 雅琳有什么想跟妈妈说的吗 这么多年 我当时没有听你的 没事慢慢地 然后本身呢 这个时候应该是享受对秀生活的 还要为了我 跟南北去奔波 然后这么热的天把我送孩子 早上五点钟起来做饭 然后放学去寄 其实我觉得我这么大孩子给你添麻烦 你也是不容易 妈妈不为了你吗 看这俩孩子挺可怜的 你也不想走这一步 咱们慢慢来 不用招呼 其实我爱说给你听 妈妈没有你长得那么强大 她也是想尽自己的最大的力量 去照顾你们成长 所以在努力让自己坚强 你们长大了 也要让自己变得更快乐 好吧 那雅琳作为今天家庭的代表 带着幸福心愿来的 那我们上前一步 说说自己的幸福心愿 来 有请 我的幸福心愿是开办一个工艺班 叫幸福家 好 什么样的幸福家呢 我现在有上一个课程 叫幸福家 夫妻关系或亲子关系 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家 才是孩子的第一个课堂 然后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 所以我们有这个义务 去帮助自己成长和孩子成长 然后成长一个身心健康的人 就我们周六会在一起学习 然后有一个 但是场地就是不固定 就是没有说 有一个场地给我们还好的上课 看看老师们怎么帮到你吧 我是东莞人 咱们很近 你的梦想 其实我应该能帮到你 因为我们旗下的产业比较多 有自己的美容连锁 还有自己的整形医院 还有自己的大健康这个板块 那如果你需要这样的一个场地 那我们是可以提供给你的 编利大本营 北京国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我们赞助您 一千元的梦想基金 我希望您和您的家人 越来越幸福 可能女儿也非常理解你的不义 但是她属于一个叛逆企业 真的都是成长 代表天津 陈美国际贸易公司呢 支持祝募基金一千元 非常希望能够送给宝宝一套 我们行行行跑的定制篮球装备 包括训练服啊 球啊之类的 那同时呢 你身在广州 那广州正好有我们一支CBA的球队 那我也希望有机会呢 邀请宝宝和姐姐来到现场 感受运动的力量 然后希望宝宝能够健康成长 希望你们家庭能够幸福团结 谢谢 谢谢